大隋的山雅书院中 龙泉县三个孩子的求学之路并不平静 而另一边 崔东山与陈平安返乡之路也不太顺利 陈平安放心不下李宝平几人 于是便与崔东山达成协议 他可以受崔东山为徒 但条件是 崔东山必须回到山雅书院 诚心保护李宝平几人 至此二人终成师徒 小街的白月光 洒在我的身旁 风吹过亭中花银芽黄 想起了你的模样 小小秋夜微凉 偶尔地上悠扬 此夜和人情与我一样 感性被思念关绑 江湖是太无常 别吼怎思量 心太短了 这一宿情长 只能回忆约定的地球天长 如今 又记得和你并坐看星光 当时一路无常情多难忘 回望一笑的模样 永远深深的留在我的心上 又记得和你扯夜了愿望 说好了清静的手不能放 不管是太爱的原谅 只愿一直可以 守在你的身旁 看那岁月细水又长 进来第一季第三十三集 数远风波 Action 芝兰府内 崔洞山眉开眼笑地招了招手 下一刻 那个粉群女童便抱着一大棚古树 跑出阁楼 怯生生地躲在了她的身后 与此同时 天空中也摔落下一位 衣衫蓝绿的青衣小童 那青衣小童狼狂狈地躺在地上 周身被一抹流转不定的 金光禁锢着 她抬头看向崔洞山 眼眸这种满是力气 崔洞山打了个响指 那抹金光便如燕归巢 飞回了自己的袖中 崔洞山 这道金光是什么 这是一柄无主的本命飞剑 叫做金秋 当初在野福关之外 我曾跟先生吹嘘拜师里有多丰厚 就说到过她 这把剑品相不俗 无需太高境界就能驾驭 飞剑的上任主人 曾是一位中土神舟当之无愧的剑仙 他兴许啊 是脑子给门板夹到了 后来竟然由剑道转入骑道 奈何其意不惊 便把这飞剑输给了我 那这把金秋 铃手衣能不能用 先生 你这也太偏心了吧 啊 铃手衣当然能用 可由他来炼化驱使 肯定爆舔天悟啊 这东西得来不易 学生我舍得给先生 可万万不舍得给铃手衣 这外人用的 我明白了 哎 先生 我这儿有放宴台 是福龙观的镇山之宝 名叫老娇宴 寻常小骄进入其中 能够砥砺境界 我这就把这两个小家伙的身身 收入宴台中 磨砺磨砺他们 等将来 帮你看护山头 嗯 至于这一路上 就让他们作为你的小书童 护送你安全返回龙圈县吧 你们两个 听好了啊 速速将真身 放入这宴台中来 跟其仙师要命 小的愿意给仙师们 赴汤打火 感到徒弟 随死不回 可是 这宴台里 还有位老祖宗在 小的可不敢进去 打扰老祖宗清静啊 我 我也害怕 呵呵 你们两个啊 别不知好歹 不过是受了点约束 就能够借此砥砺境界 这份机缘 要是摆在别州 蛟龙之鼠的妖物面前 人家早就苦苦哀求地 把头磕破了 赶紧的 我数三声 三 眼见着崔东山要发火了 粉群女童略作犹豫 很快 没心处便 窜出一条细如丝线的火焰小马 掠入了宴台中 轻衣小童健壮 也只得叹了口气 最终 凝出一条比火芒略粗的乌青小蛇 同样飞入了宴台中 哼 你们两个 大骊龙泉县知道吧 啊 就是骊猪洞天破碎 下坠后的那个地方 我家先生可是那里的土财主 又有五座山头 还收藏了不少灵气饱满的蛇胆石 那玩意儿 是世间最后一条真笼的灵血凝聚而成的 它的价值 你们自己定量定量 所以这一路啊 记得好声伺候着我家先生 鲁碧愿意追随先生 陈老爷 你缺不缺暖被窝的美妇丫鬟啊 我认识好些 只要老爷点个头 我这就给老爷瞧 啊不 是该老爷用八抬大叫请过来 不 不用了 难道是物以类聚 崔东山怎么尽招惹这些个魂不灵的怪胎啊 还好 我这边 宝萍 你怀和领首衣都很正经 对了 蓝爷 知蓝府 草虎山 还有个柚子 他先前在城外江畔 负责盯我的梢 境界虽然不高 但有个仙家府邸做靠山 我也懒得去承认他 这会儿 我估摸着他已经跟他那逃跑的爹会合了 要不要我把他给 接下来你们只管陪着先生出城 其他的不用管 我会留下来收尾 崔东山 道理讲得通就先讲道理 别烂杀 先生发话 学生岂敢不听 突然间 陈平安竹楼里的那把怀目剑 一阵轻轻摇晃 只见那个秀真可爱的金衣女童 突然冒了出来 他一路顺着木剑和碑楼 跑到了陈平安肩头 在他耳边窃窃私语 崔东山 他告诉我 你如果到了大隋书院 要你跟毛小冬说两句话 一句是天人相分 话性其尾 一句是李定伦 法治罢 唉 竟是这两句话 第一句 应该是老头子给我的临别赠言 他是想告诉我 天有天道 人有人道 我不必忌惮天上那些老家伙的想法 只要跟着陈平安好好学习感悟 我的恶性就一定会被化解 忠诚大道 看样子 老头子对我的期望还是很高的嘛 啊 嗯 这第二句话 应该是 齐靖春原本希望借陈平安之口 转赠给毛小冬的临终遗言 他是劝告毛小冬 在处理大随朝廷和山崖书院的关系时 需要兼顾儒家的人领和法家的理念 才能帮助大随成为一方霸主 毛小冬一个儒家读书人 要是听到这话 只怕会气得想大醉一场吧 啊 随同山 我一直有些奇怪 你知不知道这个小人是什么 为什么会从怀目剑里冒出来 上回我原本想问问文圣老爷和神仙姐姐 可他们两个走得太匆忙了 我都没机会开口 嗯 先生 这个精一女童应该是齐静春留给你的 她可是离珠洞天朔果仅存的香火小人 并且已经塑好了大阪精深 很难得的 将来先生你可以把这香火小人 放在落魄山的山神庙里饲养 嗯 我明白了 那就先走了啊 先生 你这一路上可要当心啊 若是遇上了天大的男生 只管叫这两个小家伙顶上去 就像你当初使唤我的时候一样 知道了 你这一路上 体而行之 你我共勉呐 眼见陈平安离开了 青衣童子与粉群女童连忙跟了上去 翠洞山突然觉得有些伤感 他在原地发呆良久 直到陈平安的身影 特地消失后 方才走上阁楼 将那方古宴放在竹岸上 环顾四周 一声叹息 这里的布置 倒是和我家的书楼有些小 哼 不过我家书楼 可没有这么敞亮啊 毕竟那个对我寄予厚望的爷爷 为了打磨我的心情 狠心将我关在了书楼顶层的小阁楼上 而后搬走楼梯 三餐用绳索送来试河 试河 拉萨都在那么点大的地方解决 我那时候做的最多的一件事 就是将阁楼中的书本累积起来 然后站在高高的书堆上 趴在窗口 眺望城外的江水 哦对了 那个时候 我的名字还叫崔蝉蝉 一个蝉 为波涛碧水 一个蝉 为雄山峻林 山水皆灵秀 爷爷给我起的这个名字 当然是希望我长大后 能够成为读书的种子 寄身君子贤人之力 可惜 我不理清 很快便走下了阁楼 离开家乡 最后一直走到了中土神州 只希望离那个巨老头越远越好 而我呢 还故意把山子旁的蝉子给去掉 只留下了比较喜欢的三点水的蝉子 对吧 宣称我就叫 崔蝉 唉 多少年了 我从没回家看过 也不知道爷爷他怎么样了 看什么看 没看过大了爷们伤心啊 正回忆间 阁楼里忽然出现了一个如山老者 正是那条真身在宴台中的老骄 寒石江水神的父亲 承水东 崔东山回过头去 见老人面色阴沉地盯着桌上的宴台 不由地微微一笑 伸手一招 将那烟台置入老蛟龙的怀中 成水东 你的三百年修为已被打掉 上次的事情嘛 就算了清了 接下来你不用着急去往龙泉县 先帮着我抓捕一些蛟龙之手的残余孽种 不论老幼大小 一并关在宴台内 我家先生留了许多品相最佳的蛇胆石 没带出家乡 将来那些蛟龙去了龙泉县 正好可以物尽其用 国师不愧是国师 短短几日不见 竟然直接从三境攀升到了五境 唉 我这种境界攀升的速度 在这小小宝平州里算是罕见 可你如果是身在中土神州内 就会发现有无数精彩绝艳的天才 会迅猛崛起又瞬间陨落 到最后你才会明白 唯有不死不朽 才是真正的厉害 中土神州就不是我们这些蛟龙能待的地方 若是被发现 十有八九会被抓去剥皮抽筋吧 好了 说正事 事情又有变化 大骊京城中 有人觉得你担任拼云山新书院的山长 不能服众 我虽然反对 但是皇帝陛下已决定 只让你出任副山主 哎 这是我摧缠师策在先 所以你如果反悔 我也没有意见 副山主 我看挺好 不用做出头鸟 现在跟我客气 以后再反悔 我可就没那么好说话咯 哎 这并非客套话 而是我的肺腑之言 能屈能伸 难怪你能活这么久 行了 接下来老家你送我去往大随 之后你再回到这里 把支篮府的事情做个了断 哎 是 那我在 老外等你 去吧 话音方落 老人的身影便一闪而逝 下一刻 这一座周城上空 骤然间风起云涌 云层下垂 一条巨大的蛟龙 在云中若隐若现 崔东山 脚尖一点 飘向窗外 穿过云海 落在那条老蛟的头顶 欲风而去 潇索寒冷的官道旁 粉群女童和青衣小童 化作两个书童的模样 一左一右地 跟在陈平安身后 临近正午的时候 陈平安才让大家 在空地上歇息一下 闲来无事 陈平安整理了一下 自己的碑楼 意外地发现 崔东山不知何时 给自己留了一封信 还有两副春莲 两副自帖 看来崔东山不但早就醒后 要返回大随京城 甚至连我会下定决心 收他为徒 这一步都算到了 他还真是像 宝平所说的那样 从开始下棋 就能算到结局 这幅字帖 什么怪名字 先生请多放点油盐帖 字是好字 可是怎么里面写的内容 全是在埋怨我 我有这么抠门吝啬吗 老爷 我有事跟你商量 怎么了 等到了龙泉县 老爷的你的家里 能不能不要让我做那 扫地铺床的杂野火箭 有些就面子啊 或是不小心传回周城这边 能给那些妖怪水鬼们 消化几百年啊 我还怎么给他们当大哥呀 哎哟 那你是不是知道 我在这儿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比起我的大娘 谁都要伸出大拇指 顶呱呱 是吗 是啊 我有位兄弟 就是那城外的玉江水神 他和这城里的达官显贵们 关系可好了 经常一起快活 可我听说 你虽然是一江大蛇 但却经常被你的水神兄弟 推出来挡灾 好些个轰动黄庭国朝野的祸事 明明跟你不沾边 可只要水神用言语 激将你几句 你就傻乎乎地扛下来了 还自觉英雄气感 你是真不知道那水神 把你当做了挡箭牌 还是知道了却不在乎 老爷 这话你听谁说的 该不会是这个小娘们吧 不是我 去 你一个小娘们 懂什么兄弟意见 再叽叽歪歪 在老爷面前坏我形象 我就找个机会吃掉你 然后把你当事拉出来 好了 不管你以前是什么样的 我只希望 你以后遇事千万不要冲动 不要凡事都喊打喊杀 能心性正直善良 是 老爷 对了 我还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呢 老爷 我们原来是有本名名字的 但 我怎么上的了抬面 再说 我两人现在已经成为你的书童了 不如你给我们取个名字吧 老爷取的名字 一定很好听 我现在才认识了几百个字 没什么悬问 要么你们还是自己先取个名字吧 等我书读得多了 再来给你们取名字 那好吧 我记得以前成为那座江里 这个投江自尽的政治诗人 自为邻君 这人老爷希望我善良正直 不然我就叫出个名字吧 至于姓氏 哎 就和老爷一样 都姓程吧 陈邻君 不错不错 不起名字的水平 好像还可以的嘛 我也姓程吧 至于名字 就叫如初好 希望以后 我和老爷的关系 能一直这么好 长长久久 已如初见 哎呀 你们两个不用这样考虑我的 算了 还是抓紧时间赶路吧 这天是越来越冷了 也不知道过年前 能不能赶回小镇 陈邻君 如初 我们走吧 是老爷 就在陈平安三人顶着严寒 匆忙赶路的时候 今日的大隋朝堂 却是一幅热火朝天的争执景象 这一切的起因 便是山崖书院的那一桩大人风波 早会过后 大隋皇帝将一众官员留在养心斋内 开启了小朝会 寡人听说 最近山崖书院中发生的那几场风波 似乎都和几位爱卿的孙儿有关 陛下息怒 不用起身 大家坐着说话便是 寡人今天不是兴师问罪来的 只是想知道一些不那么以讹传讹的事情 你们是不知道 最近所有皇子都在劝学房里聊这个 课业一塌糊涂 让他们的师父抱怨不已 气得要将他们干脆赶上山崖书院 看热闹算了 尚书大人 你是山崖书院的院长 这件事具体如何就由你来讲讲吧 是 陛下 这桩风波起始于山崖书院一间学舍里 四个孩子间的争执 据说是一个叫李怀的孩子 遭受到了其他三个孩子的欺负 后来身为同乡的李宝萍小姑娘 为李怀打抱不平 手持利器打伤了人 其中一个被揍的孩子身份特殊 来是怀远侯爷的宝贝儿子 陛下知道 怀远侯与南西楚家是亲家 楚家的嫡长孙 一位我们大随公认的神童 也在大随山崖书院读书 我常听怀远侯提起过他那宝贝孙子 怎么 连这孩子都被卷进来了 这位楚家的长孙在听说此事后并未第一时间弄面 但是他的两个同窗好友先去找到那个小姑娘的麻烦 随微动手 但出言不逊 臭小给小姑娘的同乡 林守一撞见 林守一当场动手 将这两人打得屁滚尿流 事已至此 楚家长孙再也没办法坐视不理了 他拿上祖传的 法器云雷琴 找到了林守一 要求和他对战 可对战的结果 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没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林守一 一鸣惊人 只用五雷阵法 就击败了拥有上品法器的楚家长孙 最后 楚家长孙不惜崩断了一根雷电琴弦 才止息了上火 而林守一也受了轻伤 嗯 林守一 这个名字我记下了 哎 如今书院内部 分成两大阵营 那些从大离旧书院 迁徙而来的学生一派 大随本土学子一派 各自同仇敌开 随火不容 夫子们本打算冷出离 让此事快些过去 谁承想 这个时候又有人站出来火上浇油 那人是已故大将军 潘茂真之子 他原本是一个跟谁都不打交道的孤僻少年 但不知为何 却突然找上了全运后的林守一 重伤了对方 走之前 还不忘超林守一身上吐了口唾沫 可就在当天下午 一个叫做谢谢的姑娘 直接找到了潘茜少年 打得他蹊跷流血 重伤倒地 若非一位夫子匆忙出手 恐怕这个少年一身修为 就要废了 就在夫子们焦头烂额的时候 一位书院学生的出现 才让此事有了收官的迹象 寡人听说了 是那个叫李长英的学生 不错 李长英可是我们书院的传奇人物 他寒族出身 年仅十六岁便已是公认的书院下一任助教 他先前离开大隋 去往光湖书院 通过了九位君子共同考核 获得正式的儒家贤人头衔 这才衣锦还乡 李长英回到书院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李怀道歉 然后去探望卧病在床的灵守一 最后来到谢谢姑娘的面前 劝说双方都不要再一起用事 山崖书院 终究是求学之地 不过李怀方面至今未能给出答案 此事就这样搁置了下来 哦 毛老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毛老说 这是孩子之间的打闹而已 我们不必去管 哈哈哈哈 寡人知道了 既然毛老都这么说了 此事就到此为止吧 只不过小孩子之间的打打闹闹 哪怕没有什么坏心 也要有个分寸 好了 诸位爱卿 若没什么事情禀报 就先下去吧 大随皇帝不知道的是 在灵守一谢谢之后 李怀这边还有更为厉害的靠山 那便是来自卢氏王朝的皇子 受陈平安影响颇为巨大的鱼鹿 这天夜里 鱼鹿来到了山崖书院的藏书楼里 他找到了屏竹夜读的李长音 想要为李怀讨一个说法 李长音 你是鱼鹿吧 你知道我 当然 你的名气也不小 找我有事吗 有啊 请讲 鱼鹿笑眯眯的从袖中摸出一只钱袋子 高高抛给了李长音 李长音顺势接住 用手颠了颠 分量十足 显然是装满了银子 这是 你买药的钱 如果不够 容我先欠着 我知道你与李怀他们 是一期远游的同乡学子 你如果是为他们打包不平 可以 但是能否说完道理再打 你若是说赢了我 我就心甘情愿地任你打上两拳 绝不还手 先说道理再动手 这是陈平安的风格 我鱼鹿的风格 可不是如此啊 他们真的值得 让你与我为敌吗 来大随求学这一路上 都是陈平安手前半夜 我负责后半夜 以前是这样 以后也该是这样 所以现在陈平安不在 我就该为他们出头 合情合理 不是吗 唉 看来你我是非战不可了 你小心点 别让我一拳就打得半死 到时候害我收账太多 只能跟某个家伙借钱 一时半会还不上 那就惨了 我可是入了第六星的练骑士 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 是吗 话音刚落 一路重重踏出一步 李长英顿时感觉到地面传了一下沉闷声响 他不敢怠慢 立即潇洒后退树步 双指并拢 翘学中的灵气瞬间凝聚成数十把精英剔透的无翘长剑 散发着无形剑气 而后 李长英只见一点 身前三道剑气随之倾斜 击射向一路 只可惜 那三道剑气行至中途 就被俞路迅如闪电的三拳打烂 不但李长英反应过来 俞路又乘胜追击 一记鞭腿横扫而去 逼得他狼狈后退几步 周身的剑气同时炸开 空气中涟漪激荡 俞路 先前是我小瞧你了 再来 手臂好疼 动不了了 还不服啊 不服 这鱼鹿何至于如此痛瞎杀手咄咄逼人 李长英冷着脸 侧身躲过鱼鹿的一记拳头 心中默念一句儒家经典 刹那间 书楼内的许多书家同时微微震动 所有记载着那句圣人教会的古书之内 全部飞出一串白色文字来到了李长英身前 汇聚成一条文字溪流 缓缓流淌散发出神圣浩大的气息 然而鱼鹿却向前一步继续挥动拳头砸向西水 煞食粉碎了所有文字 而后他一脚踹踏中李长英的腹部 将其踹飞出去树杖外摔在两排书架间的过道之中 就在鱼鹿想要乘胜追击时 书架背后忽而亮起一道雪白见光 朝着他鸡舍而至 鱼鹿身形乐器敏捷躲过了剑光 当他再抬头看去 发现李长英的身旁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位灰衣老者 这人就是大随朝廷 派遣给李长英的贴身护从 一直隐藏在暗处保护他 只见灰衣老者蹲下身 给李长英喂下了一颗丹药 接着又为对方拔了脉 啊 伤得不轻啊 好在并无性命之忧 我没事 你这小子年纪轻轻 怎得如此心诚怠毒 你去问问那些透露李怀的泥人 辱骂了李宝萍的家伙 为什么至今屁都不放一个 如果他们道歉了 不就什么事都没了 我也不会打上你家柱子了 哼 好好好 老夫得要看看 等一下你小子躺在地上之后 还有没有道理要讲 我输了当然不会废话半个字 以后那个叫陈平安的家伙 自然会来帮我讲道理 不过你们输了吗 可就是打你们大随的脸了 谁输谁赢 打过便知 长颖 怎么回事 这个鱼鹿的拳法极其古怪 看似没有伤及我的筋骨元气不算重伤 可在我吞下丹药之后 我体内的气还竟是没有平静下来 反而愈发汹涌 形成了海水倒灌凶险至极的局面 这样下去 李长颖恐怕会境界受损 坏了大道前程 你竟是六境无妇 你竟是六境无妇 很意外吧 你要找死 我碍于疏远规矩不会让你真的死 但是让你只剩下半条命 也无妨 就让老夫这个七境的进修 来会会你这六境的无妇吧 在鱼鹿与老者激斗的几日之后 某个深夜时分 崔东山终于登上了东华山 独自一人来到山雅书院的文正堂前 只见文正堂内的墙壁上 挂着书院尊奉的三位圣人的画像 至圣先师居中而立 左边是特地隐去身份的文胜 右边则是第一任书院山主 启敬春 而堂前坐着一位腰间 别着红木戒齿 眯眼打盹的高大老人 此人正是山雅书院的副山主 毛孝东 你来做什么 当然是我就先生让我来的 既然你进了山雅书院 那就先进去上主乡吧 嘿 毛小冬 你什么意思啊 是成仙恶心我还是想坑害我 我凭啥给齐进春上下 你要么进去静香 要么把事情掰扯清楚 否则我让你进了书院 我就是你孙子 你就算愿意给我当孙子 那也得看我收不收 也不知道当年是谁挂着两条鼻涕虫 非要跟我学下级的 还想挑战我 结果到最后被我杀得片甲不留 为齐只是小道 呀哈 谁不知道你毛小冬 在不成才的那波记名弟子当中 学问做得稀了 可最是尊师重道 侍奉老秀才比亲爹还亲爹 怎么现在 你也开始推崇别家圣人的道理了 难不成 你为齐学我 做人也要学我 行催的 我再跟你歪离半句 我是你儿子 行了 我这趟来东华山 真不是为了啥谋话来的 就是想好好读书 顺便照顾那帮离猪洞天来的孩子 你毛小冬如今贵为书院山主 不想看我就别看嘛 你眼不见心不烦 我也逍遥自在 接大欢喜呀 哼 就你那无力不起早的性子 我怕过不了几天 书院就被你害得给大随拆掉 你要跟大随较劲 我不拦着 但是你别在这儿折腾 书院是做道德学问的地方 不是你催馋 可以随便拉屎撒尿 还不擦屁股的地儿 行了 打住打住 老秀才和齐靖春 都要我稍句话给你 你听了再说 崔东山嘴唇飞动 说出了香火小人传达的那两句话 毛小冬听过之后 沉思片刻 这才走出文正堂 来到崔东山面前 好 既然这是先生和师兄的决定 那我便只能遵从 你可以留下 不过不准给我惹事 这么爽快啊 对了 李宝平他们在这边求学如何了 有没有让书院鸡飞狗跳 有 该不会是有人想杀鸡锦猴吧 我还以为国师你在暗中作祟 是吐了一件书院和大随的关系 让大随皇帝下不了台 好彻底断了山崖书院的文脉香火呢 哈 哈 哈 京城的老崔禅做得出来这种够的 但我崔东山可不会 我如今是事与人为善改正归贤 不 不对 是改邪归正很久了 你如果胆干做出有害书院的事 打发一次 我就出手杀了你 随你随你 你开心就好 你先说说看 这场风波究竟是怎么回事 毛小冬斜瞥了眼崔东山 然后将大致情况说了一遍 听到鱼鹿与李长英 还有那位挥移老者 对战与书楼的部分时 忍不住大笑起来 没想到这鱼鹿 倒是有几分气魄 妙哉 妙哉啊 凑合那场书楼之战 鱼鹿一人对着两人 结果双方两败俱伤 三人竖着进去 到最后全部横着出来 本来之前呢 还有回旋的余地 结果呢 这事一出 就算是我 也压不住这天大的消息了 事相发生以后啊 礼部尚书 还有一位潜伏在 东华山附近的石井修士 采精神 两人一起到赡养书院 找我要一个交代 我承诺 自会向皇帝陛下 坦诚一切 他们虽然颇为不悦 但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带着那个老建修 和黎长英一同下了山 对了 你如今以什么身份 待在这儿 鱼鹿和谢谢两人身份 在已经破灭的 卢氏王朝举足轻重 也很好利用 所以我要么说 自己是鲁氏王朝第一大门派 封神谢氏的师门长辈 要么就说自己是 鲁氏皇宫的 隐蔽开门人之一 放心 两个身份 我都早做准备了 用其中一个即可 大随的谍报 可不比大离差呀 何况大随与鲁氏王朝 世代交好 这话说的 我是谁呀 怎么可能让他们发现 你是谁呀 你是我儿子 嗯 那行吧 爹 你 如此不可交也 喂 别走啊 那帮孩子住哪儿啊 你先告诉我一声啊 不说是吧 我自己挨家挨户敲门找过去就是了 谁怕谁啊 崔东山打定主意 脚尖一点 就往一座座学舍的屋顶掠去 你行 月色渐浓 原本安静的学舍忽然变得闹腾腾的 不断有尖锐的喊叫声 以及学生们急匆匆的脚步声响起 崔东山无视那些咒骂声 一座座学舍找过去 不知道推错了多少扇门 亏见了多少的少女少男的沐浴美景 最后才总算找到了鱼鹿的房间 推门而入 凑巧的是 李怀 李宝萍 林守仪也都在 只见鱼鹿侧身躺在床上 虽然脸色雪白 可是精神不错 其他几人则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开不开心 意不意外 崔东山 我小师叔呢 先生没来 就我孤苦零零一人 哦 鱼鹿惭愧 我这伤还没好 下不了床 没办法迎接公子了 嗯 你躺着吧 崔东山 你怎么来了 事情我都知道了 李怀啊 你别伤心了 陈平安听说此事后 还夸了你呢 说你胆子大 有担当 是条响当当的好汉 真的吗 当然了 李怀 你傻呀 小师叔离开大隋京城这么久了 怎么可能知晓书院最近发生的事情 而且小师叔会这么夸奖一个人吗 他最多就笑一下 最多最多就是朝你伸出大拇指 毕竟小师叔的称赞 褒奖都要留着给我呢 唉 我在想 事情闹得越来越大了 我要不搬过来跟李水一一起住吧 来来来 跟我说说 你们接下去怎么打算 哎呀 李怀你怎么还是这么怂 行什么是你搬 要搬也是那三个家伙搬走 嗯 李怀搬来这里是对的 这跟胆大胆小没关系 李怀继续留在那边 是下侧 搬来这里是中侧 搬去李长英学社才是上侧 嗯 为什么留在那边是下侧 你们没接触过真正的江湖 所以不知道 那些血气方刚的孩子最不讲理 一言不合就能杀人全家 事后呢 被官府抓到刑场上 哪怕马上要掉脑袋了 他们仍然是得意洋洋 毫无悔意的 所以啊 那些偷窃东西 欺辱李怀的孩子 哪怕认了错 回头再给父辈们揍得屁股开花 心里也始终憋着口恶气 说不得哪天给旁人不怀好意的 积上几句话 就会在大半夜里 直接拿刀抹了你李怀的脖子 不 不会吧 别怕别怕 我这不是来了吗 接下来你们就安安心心求学 其余的事情就不用管了 让我来解决 崔东山 你真的能解决吗 怎么 不信啊 你是不信我有这个本事呢 还是不信我有这份好心 如果是前者 你们大可以拭目以待 如果是后者 好吧 是我先生陈平安 因为担心你们会被欺负 这一路走的就没有真正静下心来 所以才跟我做了一笔划算买卖 要我来书院看着你们 现在总该相信我了吧 嗯 你真的是回来保护我们的 哎呀 你信不信我 我都无所谓了 不过有句话 我必须得告诉你 林守医 你跟人结仇 真要觉得不舒坦 那就先下手为强 首先对付仇家 然后接着欺负人家的子孙后辈 所谓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嘛 还有你 李宝平 真正的江湖侠气 从来都不在于逞一时之快 你遇事太过冲动了 我知道你们不爱听我的话 所以陈平安的话 你们总要听的吧 我想知道说说什么了 陈平安说 我的学生崔东山呢 现在依旧还是个大坏蛋 千万别信任他 但是遇上事情 找到帮忙是可以的 所以我一定会帮你们的 好了 话都说完了 天色也不早了 大家先回去休息吧 好 李宝平你来我的房间吧 嗯 三人离去之后 崔东山手里端起一个空茶杯 把视线转向鱼鹿 鱼鹿见状笑了笑 竟是缓缓起身 下床走到桌边 替崔东山倒了一杯茶 他的动作自如 精神焕发 根本就没有半点重伤过床的样子 装得有模有样 公子恕罪 嗯 坐吧 看在你比谢谢聪明许多的份上 就不跟你计较了 说说看 你为什么会出手 头一个原因 是我原本觉得活着没盼道 但是这一路求学 突然觉得有件事还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一冲动就做了 第二 这一路行来有些不甘心 总想着学与之用 能畅快地打一架 可是陈平安境界太低 公子架子太大 那些赤妹王俩都给零首衣收拾掉了 所以 我刚好借这个机会 把那个藏在李长英身边的大随老建修 当作是自己在武道上上前走的魔刀石 反正活着无聊 看一看更高处的风光 又不少一块肉 什么魔刀石 垫脚石更确切一点 公子说得对 继续 至于第三点 我是想让陈平安欠我一个人情 公子之前说 我和谢谢性情跟陈平安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所以这辈子都当不了陈平安的朋友 我知道这话是对的 可心里还是有些不幸 所以便想试试看 只是 我实在没有想到公子会趋而复返 还请公子责罚 一举三德 做得很漂亮 我有你这样的仆从 高兴还来不及呢 责罚什么 多谢公子 不过 公子接下来准备怎么做 而且公子你就这样走入书院 不怕身份泄露 以杀指杀 以恶制恶 知道吧 你以为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 背后没有大随朝廷中某些人的推波助澜 那皇帝心知肚明 但他又不好出面调解 以免两方都不讨好 这个时候 我入局调解 他可是巴不得承认我的身份呢 不过 我先前准备的两个身份 一个是谢灵月的仙家长辈 一个是卢氏王朝的守门人 总之要暴露你们二人其中之一的身份 你觉得我会选谁 淡凭公子吩咐 其实来你这里之前 我先去了趟谢谢的屋里 我告诉他 我能将他体内那些牢牢 钉入魂魄的困龙钉取出一半 让他很快可以恢复到第六级 为什么 因为我跟着陈平安学到了一个道理 他呢 手里攥着的一颗铜钱 恨不得当一两银子去开销 既然谢谢是一两银子 我为何要当作一颗铜钱花掉呢 所以我给了谢谢两个选择 要么撕掉他那一张故意半丑的脸皮 以真面目示人 要么公开他卢氏王朝第一先门的修士 谢灵月的身份 我再以他的师叔之名留在书院内 结果 你猜他怎么选 他选择公开自己的身份了 没错 这个小婊子还不承认 什么家国师们 原来都比不过他的脸面啊 哎呀 说了这么多 我该走了 要去替你们擦屁股咯 公子慢走 离开鱼路的学舍后 崔东山又回到了文正堂 他直接一步跨过门槛 拿起一炷箱 走到老秀才的图像前 恭敬地点燃了一炷箱 插入箱炉中 哎呀 老头子 我跟在你安排给我的先生身边 潜心修炼 如今已经武进修为了 由此可见 我摧残是学有所成的 对吧 如今你最得意弟子的得意弟子 遇上了麻烦 你不表示表示 说不过去吧 啊 所以我今天是来跟你借东西的 借的不多 就借三个敬敬 只在山崖书院内用 总行了吧 哎老头子 你当真吧 你不管我了 你他娘的怎么当的先生 老王八蛋 喂喂喂 听见了没有啊 我骂你呢 你大爷的真是无情无义啊 哎呦 好好好 我不管用 那你看在陈平安和李宝平的份上 开开恩行不行 话音方路 香炉之内的内炷箱 以极快速度燃烧殆尽 崔东山气得沉着脸转身离去 令人意外的是 在他跨过门槛的那一刻 忽然感到一阵微风拍打在脸上 体内翘血 散出一股暖意 老头子 你可真偏心啊 一听陈平安和李宝平的名字 从老妈蛋开始呢 第一个就先教训教训那个潜伏在东华山附近的实境修士 蔡精神吧 第二日夜里 崔东山便来到东华山附近的一处宅邸之外 对着蔡精神破口大骂 欺得这位实境修士拔地而起 追着崔东山来到了山雅书院地界 不知道是不是书院自觉理亏 还是不愿意与蔡精神敌对 毛小冬竟是毫不犹豫地撤去了书院内的防御 任由崔东山的飞剑和蔡精神手里那根雷电交织的雪白长矛 在书院的上空激烈厮杀 就这样两人一直从大半夜打到拂笑时分 过程是精彩分成跌宕起伏 事情最终以蔡精神的认输而告一段落 第二天清晨 李怀就收到了那套失踪已久的小泥仁 以及原先三名舍友迟到的道歉认错 而一一谢过大家后李怀蹲在雪舍外 晒着和煦的太阳轻轻用树枝写下了一家人的名字 爹 娘 姐姐 我好想你们呀 此时繁华的大随京城内 站着一个身负行囊五短身材的男人 她的身旁是一位身材丰满却眉眼泼辣的妇人 以及一位温柔的少女 这三人正是李怀的父母以及姐姐李柳 这位大哥 请问一下那个山崖书院是往哪条道走啊 不是啊 走开点 别当老子的路 我请啊 这位大婶 请问 大婶 没长眼睛 叫谁大婶呢 真是大婶 真是大婶 我瞅你才是大婶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位姑娘 请问山崖书院 不知道 不认识 晦气 一大早就碰上个又穷又蠢的家伙 呸 爹 还是我来问吧 成 这位奶奶 您别生气 怕她不会说话 奶奶 您知不知道山崖书院怎么走呀 今天真是太晦气了 到这对不懂审美的父子 没用的玩意 你到了书院 你就在山脚下呆着吧 什么给咱儿子丢礼 还是见见吧 咱们给儿子带着好些吃食的 你们背着上山 很累的 李儿 你看看你这点能耐 我们娘俩都狠得下心 说走就走了 你倒好一个大老爷们啊 临走了 心倒还软了 废叔要见一见儿子 不知道怀儿是胖了还是瘦了 千万别给人欺负了 就算被欺负了我这个当娘的 不敢在这里骂人呐 欺负我儿子 谁敢啊 如果真有 那我李儿就去会一会那位英雄好汉 看他是能上天还是能入地 谢谢 上过人间日月光辉 心边江湖千山万水 风声如星辰遥遥雨坠 昨日一世不可追 赤字之心如此纯粹 河流像孤单的资美 穿越过人世间的西北 平满江湖为滚头热血 一步步勇敢突围 雨昨日到一生再回 当和往事散场 云飞操场 少年别来无恙 交捷的白夜光 散落满天星光 交变一段过往 美好遗憾 同于了隔三半 曾经有多为难 也都笑着原谅 一路上多少风景绽放 同似激动想耗尽万丈 平满江湖为滚烫热血 一步步勇敢突围 于明日到一生心灰 当和往事散场 宁飞操场 少年别来无恙 交捷的白夜光 散落满天星光 高变一段过往 美好遗憾 同于了隔三半 曾经有多为难 也都笑着原谅 多激热多不甘 多辉煌多跌宕 是属于每个少年 毕竟成长 佔别拥抱 天地幻想 当和往事散场 云飞操场 少年别来无恙 交捷的白月光 散落满天星光 高变一段过往 美好遗憾 同于了隔三半 曾经有多为难 也都笑着原谅 多辉煌多不甘 距禁和爱说话 故事 练练不忘 común 叙热多不甘 尔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